大家好,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在半週一的凌晨5時,WNBA準決賽季後賽將會繼續進行 王牌將會以飛翼展開GAME ONE的較量 王牌在常規賽大部分時間幾乎處於無敵的狀態 去到季尾的時候,因為流力季後賽,所以成績才稍微下滑 如今系列賽第一場面對著多番擊敗過的飛翼 看來王牌這場都會劍指勝利 王牌在上季的季後賽擊敗楊光成為總冠軍 今季以衛免冠軍的身份,希望可以繼續得到第二次的總冠軍 他們在常規賽開局的階段一路高歌猛進,處於無敵的狀態 雖然去到常規賽季尾階段戰績稍微略敗 但球隊始終維持絕對優勢的領跑 在季後賽首輪面對著天空 王牌就直接露出了他們的真功夫 在對陣天空的兩場季後賽系列賽中輕鬆過關 兩場合共正勝對手50分 王牌在威爾遜及柏林等球員帶領下 王牌徹底釋出他們的進攻火力 聯盟一般季後賽球隊都不是他們對手 雖然飛翼教上季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王牌的統治力更加瘋狂 雙方今次碰面,王牌必定將狂勝對手 在王牌陣容方面,後衛威廉斯被罰停賽 前鋒簡迪斯帕加會因為雙缺陣今場賽事 在另一邊雙方面,飛翼上季在季後賽首輪遭到淘汰出局 不敵最終殺入決賽的陽光 今個賽季的陽光依然強悍 但他們整個賽季都被去年奪得冠軍的王牌所壓制 而飛翼則在首輪的季後賽擊敗了夢想 順利和王牌匯斯準決賽 王牌在陣容實力上全面憂於飛翼 而飛翼主要依靠奧根保利華、沙巴利和喉活三位核心球員 奧根保利華在上系列賽中,平均每場可以有20分以上的得分 而這三位球員的關鍵數據都非常出色 但與擁有MVP熱門人選的威爾遜王牌相比 飛翼模擬是小模見大模 今次與強大的王牌較量,飛翼看來難逃一劫 在飛翼陣容方面,後衛迪斯尼斯和盧斯尼查 因為雙會缺陣今場賽事 我是Wally,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e M直播是澳門球迷必備的應用程式 字幕後欣賞